下面咱们共同来画一幅风竹 风竹可以说在竹子当中是非常有姿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咱们先画一张横幅的竹子 画风竹的时候咱们有两种画法 第一种画法可以说是先画叶子再补枝 也可以先画杆再画叶 那么咱们下面的先画一幅里的先画杆的再补叶 够不消失 这个为了表现风竹 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把竹竿画得稍微淡一点 叶子可以重一些 那么咱们先调蛋末出枝 出枝的时候因为风竹 咱们竹子的这种品质是宁舍不弯 但是有些时候因为这个猪肝长的话 咱们注意每一节不要有的话弯 但是整个竹子它的这个式可以是垂直 咱们从这开始 needs to be ready 了 到了 持吧 到了 到了 二次 这个竹竿呢 在穿插的时候 要么是在下边交叉 要么在上边交叉 尽量避免在中间的位置进行交叉 这样让它视觉感受 不是太好 大的竹竿画出来 然后画一下小的汁 注意它的穿插 这个小汁注意画的时候 一定要有弹性 这个地方可以画出一下 猪肝和猪汁 下面咱们把背风 刮的猪叶子 咱们看怎样表现 因为这个风非常大 所以说它是猪叶子 基本上它的方向基本上其实一致的 这一组 顺势可以把这个小汁补上 顺势可以把这个小汁补上 所以说要把它这个姿态表现出来 你看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画 这样细一点的树 那是一个侧的叶子 注意这个猪叶子穿插的时候 注意这个猪叶子穿插的时候 把它们的变化 不要让它叶子就雷同的感觉 你看这一组叶子画的比较多 所以说咱们要这个地方把这个猪 猪汁强调一下 要不然它太重了